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又是卡路斯 自从为这部创商的CR10Smart Pro开箱之后 很多师兄都留言问我 你开了箱又不教人怎么用 事实上学期未有太多东西做 所以到现在放了隔 有些东西需要打印的时候 才跟大家做一些实验 至于这部Smart Pro 在网上的评语是很坏参半的 有很多东西比较以前的型号 是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大改动 但又正正因为转了用新的版面 新的系统 有些地方好像想到是未周到的 好了 这次就带大家 和这部CR10Smart Pro 做一个初体验 如果你拥有这部机 以后我讲的东西你一定想知道 在开箱的影片我已经讲过了 这部CR10Smart Pro 由头到脚都和以前的型号很不同 可以接驳监控镜头 和用手机控制方面 就可以看到创商在改进方面的诚意有多大 但这次我们第一次试用 手机控制方面我们留下一次 好了 首先我们讲一讲调平 在上一集我都清楚讲过了 说明书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进行了自动调平之后 虽然点了这么多点 但是最终呢 你都是要用人手去调平的 我们曾经在CR10S 装过自动调平配景的人 都清楚知道这件事了 所以真的不要太依靠自动调平 好了 自动调平之后呢 你就要选用辅助调平 在辅助调平里面呢 你会有1 2 3 4 5 5个位置的选择 轻轻按键 打针头就会直接去那个位置的了 那自然比以前呢 要选择了一步 然后用手去移动方便很多 至于去到这个位置 如何摄像A4纸 如何扭下面的转盘来调平 这些常识我就不再多讲了 啊 补充一点 做这个半手动的辅助调平之前呢 你都可以按这两个按键呢 去微调Z的位置的 我自己呢 就在1的位置呢 将Z调到-3.00 令到打针头和桌面距离适当之后 然后才针对4个角做人手调平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来认识一下 touch menu了 分别有主页 打针 准备和设置 4个选项 在设置这个选项里面 有调平 一键关机 照明控制 语言选择等等 预热的温度设置呢 是在这个位置 还可以进入高级设置的menu 例如恢复出厂啊 WiFi 断了全感器呢 就在高级设置里面选择的 而准备的版面呢 就是取代以前move access 那个选项的 在这里呢 可以非常简单地用上下左右的箭嘴 来控制打针头的X Y 和Z 的位置 此外还增加了进料 退料的选择 比起用人手进料和退料 真的方便不少 至于刚才在设置版面 设置了PLA 和ABS的预热温度呢 就要在这里来正式启动了 好了 来到打针的版面呢 就自然是选择这个SD卡里面的档案 来进行打印 至于主页的版面呢 就纯粹用来监控整个打印的过程 包括打印的进度啊 时间啊 温度等等 好了 学习了新的控制版面 我们先试一下安装耗料先 把耗料呢 通过这个耗料传感器 插进去这个太弹打针头 然后在准备画面选择进料 直接输入你想进料的长度 然后按摩 机器呢 已经会很人性化的自动加热和进料的了 比起以往呢 要先人手选择加热到够热了 现在控制的Extruder的进料呢 真的方便了很多的 好了 跟着我们就去打印版面 选择档案去进行试印了 也是非常简单的操控 按Play 键 直接进行打印 我自己的习惯呢 就是打印进行的时候呢 我还会微调一下四个角的 因为用了A4指去决定四个角的台面距离 其实都不是很靠谱的 我认为呢 最紧要是即时观察打印贴藏的程度 然后进行即时的微调 才是最可靠 至于有些用家呢 就想用自动调平 完全取代一项工作 我就觉得不是太过可能了 因为打印贴不贴藏呢 有很多不同因素控制 首先就是这块打印的台面 现在是金属板 会热涨冷缩 而天气亦都不断改变的 与其靠机器去自动调平 不如凭自己的经验 去判断它是不是真的贴藏 否则呢 就算你开始打的时候是贴藏的 打印到一半脱了出来 你就更加得不尝失了 大家可以看看 我用手动调平打印出来 又怎样会有问题呢 而且脱床呢 都很简单 还有还有 这块新的打印热床呢 真是很棒 你看看打印完 可以一些痕迹都没有 我自己试用完呢 就快快去教学生去使用 好像我这个学生拍戏 他也是习近了旧式机的操控 但是我一教他用这部CR10Smart Pro的操作之后 他都很快可以上手 好了 试过打印完小的部件 我们又尝试一下打印一些大小小的部件 今次呢 我们尝试一下用新机来打印我们 电脑控制树琴的部件 这部件呢 我们以前曾经用过CR10V3去打印的 大家都应该记得 CR10V3的打印台面呢 是精格玻璃来的 好像这部机我用了这么久 打印了这么多东西呢 快板四边的精格呢 就上扯鞋的 但是中间呢 就光了头了 我就试过好几次了 打印这十几个小时的project 打印到一半呢 整个脱了出来的 而CR10Smart Pro呢 因为转用了这种磁力的金属板呢 我相信除了脱床更加容易 板面更加干净之外呢 这种光头的情况 应该都不会再出现的了 我们再可以看看打印完的部件 脱床之后 它底部份的肌理是怎样的呢 就是这样的 至于你喜不喜欢这种質素呢 就真的见仁见智了 我记得最早期玩3G打印的时候 我是喜欢用玻璃的 因为脱床之后呢 你看到打印面呢 就是光滑如镜的 但是一个不好处呢 就是经常会削边咯 后来我们又用美公子 转转转转转 就用了这个精格玻璃 现在用了这种磁力板呢 竟然打印出来的質素呢 是这样的粗鞋的磨砂 又都挺别致哦 不知道你们又喜不喜欢呢 最终呢 我们为了制作这个电脑控制 薯琴呢 就打印了一大盘的薯琴配件 总共用了17个小时 不知道有没有心理作用呢 好像比旧机快了一点 最后呢 我要补充一点 这个在机側边的开关仔呢 是说明只能开不能关的 要关机呢 请你按去设备画面 使用一键关机这个功能 基本使用已经通过了 虽然说这部CR10的Smart Pro 是一个新的结构 新的设定 新的控制 新的版面 因为加入了这么多新的元素 好像很多东西是由头起步 但以我们打印了这么多年经验来说 这些小问题根本随手可以解决 只要打印出来的成品是好的 好像调平的操作方不方便等问题 将来在固件不断升级 我相信创上是会慢慢慢慢把它改进的 但在硬件方面改进 例如加上网功能 照面功能 以至于整部机构上的小改进 这些加进去就成为一部机的一部分 以至于将来更方便地 运用它的潜力 可以有更多空间 例如我们下一集 就可以试试用手机控制它打印 用网络镜头监察它的成果 那么3D打印的体验 不是会越来越方便吗 好了今天我们的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 按赞和分享出去吧 拜拜